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有关新疆的人权法案呢 那对中共国来讲 他当然不愿意接受 那就目前来讲 给我的感觉呢 其实已经照顾不过来了 那这样的相应的法案出来之后 他主要的作用是对中共高官和新疆 与新疆迫害人权相关的官员呢 对他们个人会有会有巨大的一种限制 那作为美国政府是可以执行这些条款的 所以它是以法律的概念出现 但是执行的可能性有多大 以目前的状况来讲 说实话已经很难看看明白了 因为世界未来的状况将出现很大 很根本性很大的改变 文艺出现的一个更大的一个 一个大的背景 就是否定了 文神的概念否定了全球化的一切 那在过去的时间里 所谓的全球化 包括什么气候 包括联合国 包括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很大的一个理论基础 就是无产阶级联合一起 对吧 世界公平 世界一致 就是马克思的所谓的革命主义的那一套 平均主义的那一套 不论他平均主义 就是放在现实人的利益的角度去平均 平均主义一出现 打土豪分田地 这就是共产党借口 而他们真正实际最邪恶的 是他们占有大多数 你比如说疫苗 疫苗在美国已经出现了巨大的争持 美国有大批人拒绝接受疫苗 即使今天这个中共病毒出现疫苗 美国大批的人拒绝这个疫苗 原因就是 韩哲维那是一种邪恶 是一个巨大的阴谋 阴谋者就是比尔盖茨 所以概念是在这儿的 而阴谋者是比尔盖茨 病毒来自于中共 所以人的概念 在整个人群的概念中 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分歧 比尔盖茨 也是打着共产党的那种类似的口号 为人民服务 服务于所有的人 可是在2019年12月19号 他自己在推特上说 你知道明年什么东西最赚钱吗 疫苗 我们可以挣全世界 为了全世界整个人类的健康 我们可以提供疫苗 他挣钱 所以那个东西 就像中南海的为人民服务 对吧 大红的影背 血红的影背 那个红色是降红色 是人的血干了之后 那个颜色 烫金的大字 为人民服务 里外三层当兵的 拿着刺刀 刺刀我们当时北京说 那是三棱子 不是扁的 是三棱子 是脚的一条的 两边都有血槽的 扎进去就死 那要是扁的 没有没有血槽的话 那刀扎进人的身体里头 人自己本身有血压 那刀拔不出来 可以胖点 他拔不出来 那血放不出来 血放不出来 这个人可能就不至于死 那三棱子扎进去就死 扎进去的同时 血就放出来了 跟宰鸡宰羊一样 一放血就完了 那是为人民服务 所以为人民服务是说给你的 用你的人命顶我的权利 这是真的 所以人家 人家 姜文弄得好 姜文弄得好是什么 说那日本鬼子叫根本 中国的根本问题 就是那个日本鬼子当官的 他干嘛 他拿了一把刀 还有一个印章 拿了一把刀 杀人的 那个印章是权利 对吧 等权利盖在妓女身上的时候 就是今天的中宣部 骗人的 那诱惑人骗人的 招摇撞骗 无处他可以不可以 无处都可以去 所以人叫那名很简单 那日本人叫根本 根本的用去讲孔子的这个书 开书堂的 而读书的学生都在外面上课 因为教室里头全是哑片 在外头上课教什么呢 说孔子说了 为小人与女人难养也 说小人是他们家的用人 女人是外头小三 他给学生讲这子 所以把嘴唱歪了 这就是讲今天的习近平 所以其实谁能看懂姜文 这个邪不压正 你就看懂了 他的正是指人性 是指人性 那邪呢 邪就是现在的利益的一切 欺骗的一切 那现在在美国社会就出现了 就出现了这个场面 出现了这个氛围 人们在这种争持的过程中 在修 只能说叫修正着自己 网络有篇报道 文章题目这么说 川普要跟中共国一刀两断 美中在台海和南中国海摊牌 文章写得非常长 他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军事冲突的问题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真正的战争爆发 是在神的手里面 而他们从利益的角度来讲 双方都可能性不大 中共国冒着黑烟的辽宁号 在围着台湾 围着台湾转 对吧 然后呢 其实他没有什么然后 对吧 他没有什么然后 那另外一个呢 美国的罗斯福航空母舰 又开始出 因为他很多人染病了嘛 那今天又离开了关岛 又奔台海而来 大概在台湾海峡 就是在台湾海峡跟南海 有美国三个航空母舰群 5月20号 蔡英文就要就任 新一轮的台湾总统 那中共呢 习近平呢 现在效仿当年的江泽民 以恐吓的方式出现 能挑剔多大石砖呢 就我个人来讲 我觉得可能性太小了 可能性太小了 因为 以这种事情挑剔石砖 带来的麻烦 对中共国的麻烦 远远超过对美国的麻烦 在台海发生冲突 直接受到伤害 直接是中国大陆 绝不是美国 不可能 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故 在我个人眼睛里看到的故事 有人说有导弹 日本 台湾 菲律宾 整个在中国东海沿岸 这就是第一条防锁线 有大批的 这个 这个 专门拦截导弹的设备 在整个这条线上 美国的海军力量 足以拦截 第一道拦截 中共的 这个导弹 那第二条线 在美国的阿拉斯加 美国的关岛 跟这个夏威夷 那是第二条防线 大批的拦截武器 都会在那里 你怎么飞 你导弹飞太平洋 导弹飞太平洋 多少 多长距离 导弹飞白陵海峡 多长距离 谁家飞机 都是从白陵海峡走 这地球是圆的嘞 你走杜皮 它最远嘞 对不对 那阿拉斯加就没什么人 你打美国本土 你试试 吹牛皮 你拿弹弓子 对不对 你自己放的火箭 火箭的壳都自己给扔下来 还放导弹里 不如你放屁 你刚刚发行的 发射的东方五行导 这个火箭是让他自己落下来的 扔到哪算哪的 对吧 你听他 听他 连习近平自己心里都没谱 连海空军司令 导弹 二炮司令 他自己心里都没谱 中国的东西就是这样 所以通篇文章 在讲述着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 习近平为了个人的需求 有可能出现冲突 只能这么说 第二个 习近平 中共自己内部之间的分歧 造成武装冲突 就是说 故意有人挑事乱 这有可能 你说跟正经八百的一个国家 跟美国开战 没这可能 没有这可能 所以 他更大的因素 是在背后神的因素了 什么擦枪走火 那都瞎掰了 这我就咱说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旦战争爆发 那个时候 那美国人确实 美国总统确实有机会封锁掉 中共国在美国的所有利益 美国在中国有多少利益 中国在美国有多少利益 你都可以算出来 所以这个几乎可能性不存在 但是呢 军事专家们都在这么分析 说有可能出现摩擦 我个人不否认 我个人觉得 他的摩擦 一旦真正出现军事摩擦 他的根源在习近平个人身上 他的心胸太狭 他没有心胸 他太自私 所以 他会促成 他根本就 没有任何能力 和没有任何可能 去左右这一切 但是呢 引起小规模的冲突跟事端 那是他的需要 他个人的权利的需要 或者有人想打他 就是内部的人想打他 有这种可能需要 然后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